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想在现在炎炎夏日吃一点开胃的美食 梅子绝对是最好的调味食材 接下来要介绍您这家在内湖的餐馆 老板以三种梅子搭配中药熬煮成梅汁酱 取代传统的糖醋酱 最后淋在榨排骨上面 吃起来酸甜而且一点都不油腻 里头还有淡淡的梅肉果香 只要是用餐时间绝对是坐无虚席 里头恰恰恰到底吃什么最能消暑开胃呢 要吃点酸的东西比较开胃一点 要有一点点辣当然吃凉的啊 客人的心声老板阿营师统统听到了 端出贵州菜酸汤鲈鱼 结合泡菜的酸和泡椒的辣 信箱开胃 想吃冰冰凉凉的 少不了这道从澎湖空运来的西晴冰卷 上桌后还透着凉气 爽脆口感最适合夏天 无论酸的辣的凉的 到内湖瑞光路这家餐馆 所有愿望一次满足 我觉得它的菜吃起来蛮特别的 而且跟外面的菜色不一样 而且它的食材很新鲜 那再来口味很清淡 那尤其夏天我觉得吃起来的话 不会油腻 虽然开店才短短三年 但每到用餐时间定位就是满满满 许多客人都是为了老板阿银师的手艺而来 曾经入选为中华美食学会的台湾一百名厨 阿银师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川菜底子 要做好拿手菜酸汤鱼 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这缸 自己腌的四川泡菜 堪称正店之宝喔 四川泡菜是在四川来讲家家户 他们自己都有做的 让他们在下饭什么 而且都直接拿来吃做个小菜 它是很酸 它的酸完全是自然发酵的 它没有放那个所谓的醋 它是天然发酵的 还有它当然是四川泡菜一定有 像我们这一包有没有 这一包就是那个叫水 这是那个大红袍花椒粒 有了四川泡菜的酸 加上老板用朝天椒和黄登龙椒 发酵的泡椒 酸烫鱼已经先成功一半 主角当然也要千挑百选 只能用重达一斤半的鲈鱼 肉质最Q嫩 还得以山泉水饲养喔 它那个山上 山上的森林流下的水 养着这个鱼 所以它水质非常干净 它那个水质冷 鱼成长速度慢 所以它肉质比较Q 比较扎实 还没有土味 鲈鱼下锅前 阿银师还会贴心帮客人去骨 挑掉大刺 鱼肉会变成刚刚好入口的大小 以鱼骨高汤煮入胃后 特别以为色泽黄沉沉 就一点都不辣 其实它的微小辣度 隐藏在不呛头的山香中 白嫩嫩的鱼肉略带丘静 不会硬夹就松散 加上盘里的鱼椒 保证让人味蕾大苏醒 是有酸酸辣辣 它辣起来的话 口感就是也不会辣到说 你嘴巴打不开 现在天气这么热 吃外面的东西基本上 有时候吃起来会腻 这边吃起来不太 也比较开胃 然后又不腻 而且我怕酸的人 可是这个酸我却觉得很棒 然后很清爽 让小妹妹抢着吃的美食 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原来阿姨是在排骨里 加了个小秘方 取代糖醋酱喔 我们一般的糖醋酱 它是用番茄酱 跟白醋酱一起炒 我觉得我用这个梅子的话 它有梅子的酸 还有梅子的香气 以化梅 乌梅 柑橘梅 三种梅子 搭配鲜渣 洛神花 麦芽糖 光熬煮梅汁酱就要耗时三小时 软嫩去骨的猪大礼籍 与酱汁合体 排骨沾不微微酸甜的梅酱 解腻又开胃 口感也不会干柴 连小朋友都很方便咀嚼 它除了那个就是 吃到那个肉的那个质感以外 还吃得到梅汁的那个水果的香气 对 然后吃起来会很爽口 对 不腻 因为它虽然吃肉 但是不腻 懂得客人需求改变菜色 阿营市的餐厅惠宏 不是没有道理 尽管已经请了师傅 她还是坚持每天亲自上阵 每天我都一定会在店里比较多 对 你都要看着 亲自来监督 亲自下厨 每换一个季节 师傅还会推出石令菜色 像夏天最受欢迎的大刀耳片 猪耳朵得先卤三小时 层层堆叠冷冻后切片 才会形成一大片的猪耳朵 还吃得到香浓的卤之洞 沾上老板自己调的酸麻汁 咸香下饭 谁说夏天就会没有胃口呢 吃对料理你也能甩开食欲不振 大享口福之欲 好